我是今年2020級的畢業生 我是學營士的 昨天剛辦完離校手續 我現在住在酒店 帶著我最後的幾件行李 在上海三年 如果說我最熟悉的地方 那除了外灘就是電影院了 說到電影院 其實我最常去的是大光明 因為離我們學校非常近 可惜的是我這次回來 想再看一次電影的時候 我發現她還是沒有開門 悄悄告訴大家 我馬上就要見到劉雨昕了 我自己覺得她超級可愛 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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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楊楊 我是楊楊 楊楊老師第一次見面 大卡成功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去這邊 走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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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學影視的 我現在找不到影視行業的工作了 那我是應該堅持繼續我的專業呢 因為已經我已經離校了 我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 還是我就先找一個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首先你要去分辨你的實力 是否能夠承受得住你的夢想 就好比每天都想要說我要拿第一 我要當冠軍 但是每天都躺在床上看手機 對 那你就會離月亮越來越遠 我覺得就是不切實際的 而且我覺得六遍事有很多 月亮只有一個 精彩 所以你應該知道怎麼選擇 我當時接了一個電話 然後是拿到offer了 我想跟那個AX聊聊說 能不能多給我五百塊錢 然後AX就拒絕了我 然後我就大崩潰 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是讀了好多年書 剛工作 我覺得 我既然讀了這麼多年書 為什麼五百塊錢都不能為自己爭取下來呢 我想問你的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這種小的事情就誇了一下擊中你 你就覺得哇好難過去 就這樣的時刻呢 我覺得 我會因為可能 我在 親你之前 我會因為一個 我出品級的一個高音上不去 我會去難過很久 然後 我覺得我之前也碰到過很多焦慮的事情 但我會告訴我自己說 如果你用你焦慮這段時間 去做更多努力 其實會更好 因為在你焦慮的同時 別人其實也在努力 也在比你付出的更多 所以我覺得 其實 你要 現在就要行動 我是通過我自己 一步一步的努力 我也是實踐了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信心不是自己給的 而是要通過一次一次的努力 去給自己有更多的底氣 我感覺就是所有的落點都在行動 在動起來 在不要想太多 對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總要怎麼這麼淡定呢 可能跟我一直以來的個性有關 也可能跟我的經歷有關聯 因為我出來的時間比較早 然後可能看到的和同齡人經歷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 我有時候會有一點點的麻木 對很多事情 對 但其實我心裡 都有那個喜悅或者是難過 只是 可能現在多的是 會把自己包裝起來 圍裝起來 因為想讓大家看到的是 開心裡面 對 那如果說你是 2020階的應接生 然後你現在就是已經離校了 但手裡還沒有off 你會怎麼辦 沒有辦法 就是 繼續埋著一顆 期待的心 每天都是 我覺得用新的心態吧 去應接每一天 因為我覺得你用 善良跟愛去對待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也會用善良跟愛來回報 我感覺就是那種越努力越幸運 是 我覺得一定要踏實地給自己的底氣 這樣你才會對明天更有期待 雖然 很多時候 現實都沒有那麼 如意吧 但是 只要你想 我覺得 只要努力 你的未來就不太可能 我們聊了這麼多 你也了解了現在 2020階畢業生的困擾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對他們講的呀 想說的就是之前寫的一句話 驚喜一直在路上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心有多大 未來就有多少可能 此初應該要掌聲 你是一直在給我力量 謝謝 想問一下現在就是像我求職的時候 我的面試官很多都是男性 那可能在現有的職場的狀況 就是男性相對來說會佔主導的地位一點 而且社會會對女性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就比如說可能在我求職的時候 這個年齡的女性可能會問你 要不要結婚 就真的是非常私人的問題 但是那張求職表上 你就必須打勾 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生育 未來什麼打算 就這些我覺得都不應該問的問題 都會出現在我的問卷裡 那你覺得女性去如何在職場環境裡面 打破這樣的一個刻板印象 怎麼去能夠找到我們應該有的機會和平等的地位呢 在我的概念裡面 男女一直是平等的 而且 在很小的時候我就 思考過這個問題 因為 那個時候在大家的概念裡面 好像 跳趴屏的都是男生 對 女生會比較少 但那個時候我就想 女生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後我就 有一直在堅持這個事情 雖然我現在不是以一個專業舞者的身份 去每天在跳街舞 跳趴屏 但是我 在用不同的方式 在持續這件事情 然後 其實我在今天採訪之前 也有看到了一個紀錄片 是一個關於短髮女生的一個視頻 覺得 就是很打動我有一句話 那句話說的是 願你 永遠 忠於自己 活得 漂亮 好棒啊 我覺得 這句話很打動我 你覺得它打動你的點在哪裡 我覺得 仍舊這一輩子 你一定要 活得 像你自己 我覺得不管 經歷了什麼 一定還是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和本色 不要因為 很多 因素改變你自己 但是 你一定要找到屬於你的那份熱愛 因為我覺得這份熱愛是最珍貴的 即便你碰到了很多焦慮的事情 但是 我剛剛說的 你要去找到 你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去調節你的心情 換一個方式 會更好 只要我們 夠勇敢 我們就完全可以活出來自己的模樣 是 你想要別人認同你 你一定要先認同你自己 你經歷過最差的時候 但是 反彈 對 未來的日子你一定是在往上走的 如果有一天 你再掉下去了 一定是觸底反彈 而且你一定 做好了 如何應對的方式 因為你已經經歷了這一切了 所以這樣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如果你一下 你求職就成功了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工作了 反而你的失落感 你的落差感會更大 這個也是我自己經歷過的 我會告訴自己的話 我就這一瞬間我想叫你一聲 柳老師 其實我之前有想問你的問題 就像我們在求職的時候 就是會想到 讓對方一下子記住你 就比如說我會自己一個標籤 我舉個例子吧 我同學給自己標籤是 從140斤 收到90斤 就很勵志的人設就來了 那如果說 你給自己加上一些標籤的話 你會覺得是那些 我不會去給自己加標籤 我會覺得我是什麼樣的 就是什麼樣的 我覺得標籤 在我的概念裡面 就是做我自己 我覺得你的回答特別漂亮 就是不要給自己下定義 對 因為你如果把自己局限的話 你就會一直在自己的 這個框架裡面 我求職的時候真的是有這樣子 對 其實會看到更多的可能 或者有更適合你的方式 嗯 其實我都聽到心裡了 嗯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經歷 跟我自己的感受 對 分享給你 對 穩穩接觸 那就好 嗯 OK OK啦 好了我看你眼冒淚花 就有一點被 嗯 因為我明白這樣的 明白這樣的狀態 你一定要相信你可能 是很幸運的那一個 只要每天都這麼跟自己說 其實你會給自己更多的 力量 而不是說 啊怎麼辦 我已經很慘了怎麼辦 我就這樣換一種心態 跟換一種 跟自己交流的方式 我覺得會收穫更多的 心情和狀態 我可以抱你一下嗎 可以啊可以啊 謝謝你 加油加油加油 好 一切都會好 好 對 謝謝你 好了 好了 拜拜 加油 好 謝謝 屎 能夠說保持熱愛這句話 一定是 還沒有找到自己熱愛的事情 對我來說 我的熱愛好像是 天生就有了 我小的時候看到了街舞 我就認定這個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一直 堅持到了現在 就是还是要记得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 最热爱的是什么 我觉得要以不变应万变去适应 而且我觉得要多去 发现身边的人的善良和可爱 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里面 大家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多用爱去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会用爱来汇报你